自从俄罗斯入侵到乌克兰之后 现在包括了欧美很多国家都宣布 禁止俄罗斯的原油出口到他们欧美国家 但同一时间中国却在加速的 要使用俄罗斯的原油 光是上个月一月份 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原油创了新高 特别是平均一天 大概每一天有一百六十六万 从俄罗斯输往中国 这反映了什么事情呢 反映了中国的经济 正在加速的复苏当中 所以油价会被他们慢慢的垫高吗 现在华尔街有人说上到了一百零五块钱 有人说会跌下来会跌到了五十块钱 多空怎么判断 临终我们请您上台来 临终说一个指标多空立判 我们先来看到华尔街 怎么研判目前的原油价格 对其实对油的那个预测 都很乱 有人可能在一周前看到是偏多 但可能在昨天他就偏空了 包括油价也一样 他每天上下幅度 有时候会到三趴四趴这么多 我们如果看原油期货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之前他们怎么说 那华尔街这应该是大魔奖的 他说现在的均价 估大概是九十二美元一桶 那主要指的是这个西德州清原油 那目前价格来看 其实还有大概十几块的上涨空间 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么高 那之前他们估更高 大概是到九十八块这么多 那他估这样子的这个价格的理由 大概是第一个 全球的经济需求 大概就是正在下降的 除了中国除外 因为中国他去年的这个疫情封锁 比较严重 现在都稍微已经打开了 那除了这个经济可能会衰退之外 俄国跟美国 那俄国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他现在决定每天要少 五十万桶的产量 要减少 对要减少 其实二零二三年大概一天 大概用一亿桶左右 所以他减了不多 但是对股价格 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美国呢 他是最近在做这个战备除油 他售出两千六百万桶 所以去看美国这个战备除油的 这个曲线图 现在已经来到很低的 那代表什么 他要回补 他没有什么油了 对他要回补回去 对那这对油价 其实也会有这个支撑的这个作用 所以你会看不论什么商品 包括原油跟美元都一样 就会有拉扯两边这个力道 所以你很难去估 他到底会往上还往下 那他们最后的结论是 你每天可能会过剩 十五万桶左右 还是会过剩 对那另外假如说 到十二月份的油价 会到一百美元左右 对高剩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 这个跟用油的季节性有关 我们有去统计最近五年的状况 那其实暑假油通常是上涨 还有这个冬天通常油也是上涨 一来大家要出去玩了 二来冬天因为需要用油 对需要用油去取暖 所以这两个这个季节 大概都是偏多 所以他估十二月会到一百美元一桶 当然其实也是这个合理 那但这个最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今年的需求成长 只有中国他的这个GDP 他还是比去年比2022年多的 其他都是衰退 只有他是增加 包括他这个疫情可能要这个打开了 所以他的航空燃料油 他就需要更多 所以刚才祝华讲说 他从俄罗斯进口相当多的油 其实俄罗斯他也说 我把油我只卖给跟我友好的国家 对有些跟他不好 其实不卖的 所以那中跟俄 他们是很好的这个伙伴嘛 所以这方面的贸易 其实就相对的这个热络 好我最近还听说伍德 伍德他认为说在接下来 因为全球的经济 他认为都可能会不开始步入下坡 所以他觉得接下来几年 油价会下摊50 有人喊50 有人喊100 到底多空我们怎么判断 对那这种状况 就到底不知道谁会对 其实就有点像台积电 那假设四星说会到700 那我说会到300 那一定有一个人最后会对嘛 那对的人就变得很有名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不对的人也会有名 也会有名 对那这就不切实际 所以我教大家来怎么去算油价 你去看 那这个指标 大家可能稍微有点陌生 他叫做远月的这个期货 去减掉进月期货的价差 那这个期限是就是12个月 目前的近期 现在是2月份 对不对 2023年的2月份 那远期呢 就是一年后 我们去看2024年的2月份 那因为原油期货 他都有这个就跟台子期一样 只是他有很多的合约 所以他会有到12个月以后的 我们把这两个相减 变成这一条蓝色的指标 蓝色的指标 那你会看哦 如果两个相减 他变成正的 像你看这边到这个地方 不是很正数相当多吗 对那正数相当多 就代表远月的油很贵 那进月的油很便宜 那代表什么 代表因为进月要交割了嘛 那他为什么会很便宜 因为没有人要 对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指标是正的 而且正数很多的时候 你红色这一条是不是油价 油价他就会往下走 了解 他就是走空了 OK 那你看这一波 油什么时候开始上涨呢 二乌战争开打的这个时候 对你看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价差是不是转逆 而且逆的相当多 那你就反过来啊 因为他减下来是负的嘛 到负四十对不对 那就代表你的进月的油 大家抢着要上涨 那远期的油 比较没有人要是往下 所以两个相减才会变成负的 所以你看这个负值 如果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油价一定是走一个多头 那我们看现在的价格呢 现在的逆价差 还是有 而且是一点点 大概两块钱三块钱左右 那如果还是逆价差 代表油 他暂时是 没有往 还是目前是逆的嘛 代表可能还是往上走的 机率比较高一些 不太容易下跌 那他的原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正常的状况啊 远越的油一定会比较贵 那为什么 因为假设驻华路 你是油商 全台湾的油 假设台湾油产油 都是你的 那你要储存油 你不是要油槽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管线 对 所以你的远越的油 一定价格比较高一些 正常状况 那异常就会变成逆价差 所以你看 从这一段开始都是异常 都是异常 因为是逆价差嘛 那你看油 是就开始走多头 那又代表 静越的油 大家因为要交割 所以要抢着去买进 所以你就看这个指标 就去判断 未来油到底会上100块 还是会跌到50块 这是一个还算准确的指标 所以逆价差 远越期 静越期一减 如果呈现了逆价差 这油价就有机会往上 逆价差越大 这反弹的空间又越大 如果它转为正价差 比如说这时候 油价就可能下来了 对 就要小心 所以接下来 大家用这个方式 可以去判断油价的走势 那油价相关的商品 可以怎么按照它操作 对 那油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操作期货 或是那个操作ETF 其实都可以 那重点是这些策略 那这个策略是有一次 我在说明会上 遇到经理人 他跟我说 其实油你这样做 就会赚钱了 那我们把它回测了一下 真的是会获利 大概这几年下 可以赚两三万美金 OK 一口这个期货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 价格是不是在季线的上方 那季线就是MA60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 你的软体上面打开 油价有没有在MA60的上方 第二个是 五天均线要大于 二十天均线 五日均线要在月线的上方 对 所以就是周跟这个月线 是要多头排列的 所以这两个条件 如果都符合的话 你就可以去买进 你可以去做多原油期货 你也可以去买进ETF 那你做多之后 如果赚超过10% 就是一成 那当价格跌破最近三天的低点 你可以先走一次 另外一个出厂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持有多单的时候 然后你的五天跌破了季线 你立即出厂 立即就是要很快的 就可能试价出 按照这个方式 你大家就可以掌握到 油在走多时候的这个利润 来 我们看下一张 林中帮我们举例一下 这原油ETF的进场实力 怎么操作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原石油的日K线 我们设计了三条的均线 那最短的是黄 那中间是绿 那下面是红 所以如果你看到黄绿红 全部都站在黄绿红上面 它就是偏多 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的一二月的时候 黄绿红是从这边开始 你就适合做多了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这边做多之后 你往上晃 那这边有点震荡 你应该早就超过10% 因为你这个价格 对过来看 应该在13 14块附近 它最高曾经涨到22块 你这个多方 你就可以确实的掌握到 那到什么时候翻空呢 你可以看 我们说五跟六十 是不是在这边死亡交叉 就是黄色跟红色 是不是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开始以后 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多 那目前看起来是有点纠结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黄绿红同时在多头牌力的时候 你又可以适合在进场 这操作这件事经纪人 焦林中的 然后林中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大家可以揣摩一下 然后稍微去琢磨一下 看看那个盘感 是不是如果 如果按照这样的操作策略 能够获利的话 未来就可以打它 作为你的参考指标了 好 谢谢林中 我们录影的同一时间 昨天美国股市休市 所以看不到昨天 到底美国气氛如何 但是今天的录影同一时间 期货盘稍微有一些压力 明天林中台股 有哪些的关盘重点 对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前面讲到了 美元指数现在比较强势 二月十六号以后 站上了季线 通常美元比较强的话 全球股市要稍微小心一下 这个可以留意 它会不会跌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真的要特别小心 外资期货的多单 跟自营商的选择权的部位 目前都还在多方 没有什么问题 关注一下 这两个如果有一个翻空 对大盘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台币因为美元比较强 最近又重回贬值的趋势 那如果重回升值的话 大盘向上的空间 相对比较多一些 那看好的产业 包括像这个细致财 航运跟车用电子 那各股是智元 昌龙跟全新 这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谢谢林中 今天还有很多财经消息 包括了普发了六千块钱 现在三度通过了 还有今天好多的法说会 所以稍后大家再做 一个小时的功课 请持续锁定 十一点半钟的夜线新闻 感谢今天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跟您见面